大家好,我是Dan 根据去年OECD的调查结果 韩国的出产平均年龄为32岁 在韩国所谓的高龄产妇 指的是35岁以上的女性怀孕 而随着韩国出产年龄逐渐上升 一位女性在网上发布的一个 20多岁生孩子很好的影片 遭到了大量的恶评攻击 2月13号,一位年轻妈妈 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传了一个标题为 20多岁生孩子很好的短影片 这个短影片在韩国网路上疯传 其中部分天文的观看次数 甚至超过了80万多 所以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这位年轻妈妈在影片中 分享了自己23岁时生孩子的经历 并列出早婚生子的20个好处 我和女儿的年龄差24岁 当孩子成年时,我将是44岁 长后恢复得很快 在什么都不懂时生下 没有患上忧郁症 不会过分宠爱孩子 随心育儿反而轻松 孩子非常健康 有充分的体力养育孩子 朋友们对生孩子感到新奇 经常来玩并很好的陪伴 人生有了新的目标 促使我迅速成长 培养了强烈的责任感 早走形成经济观念 虽然初期辛苦 但后来会变得轻松 孩子现在6岁非常轻松 孩子长大后 我可以做自己的事 学会了无条件的爱 真心会感谢我的父母 我的人格得到成长 获得了真正的幸福 我成为了孩子的全宇宙 影片中没有包含任何批评 或贬低他人的负面内容 但该影片却收到了 超过2000条的恶性评论 他们主张会留下恶评的主要原因是 影片充满了偏见 一些网友们表示 说的好像是晚点生孩子不好 让人感到不悦 应该是没有享受到 只有20多岁才能享受的乐趣 所以是在心理上取胜 如果我女儿说要在20多岁生孩子 我应该会反对 不管晚上还是早生孩子有什么关系 看她列出那么多优点 似乎是想得到认可 感觉她的生活应该是不幸福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有很多人生活在不变中 这只是别人根据自己的经验 谈生孩子的好处 这是有自卑感吗 我母亲年轻就生下午 所以我和母亲相处得很好 请不要在意那些没有营养的留言 我妈妈也是在25岁时生下午 所以我们年纪相差一轮 现在妈妈49岁 我刚买25岁 为了回报妈妈的青春 我找到工作 每个月回老家 带她去美好的地方旅行 为了不让妈妈感觉到 自己错过了青春 我会好好对待父母 感谢所有的妈妈 20多岁才享受的乐趣 放荡的玩乐 去海外旅游乱花钱 然后因为最后没能结婚 就把她包装成非婚主义 影片中的妈妈认为 20多岁的乐趣 是和自己的孩子相处 为什么你们说不是呢 年轻漂亮 又结婚又生子 所以才会嫉妒 因为别人也要不幸福 才能稍微安慰自己的不幸 所以会想尽办法否定别人 即使说自己很幸福 也会被说是假的 而且在影片中 哪里说晚生孩子不好了呢 只是说了自己认为 早生孩子的好处而已 拜托大家 如果母人说喜欢A 就不要问为什么不喜欢B 而是应该要接受 她就是喜欢A 看了很多批评的留言 当然生孩子的年龄 各有利弊嘛 在20多岁初期就生养孩子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看到她对自己生活的 积极态度真的很好 我也学到了很多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虽然在影片中 没有说晚结婚的不好 但整体内容就是在表示 早生孩子才好 头像晚生孩子就成不好 无意中提倡女性早点生子 所以 对于20多岁生孩子很好 这个影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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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